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利用激光雷射维修机器 修复这个液晶屏由于这个面板上出点短路引起的这个亮线的这个故障 这张是54.6的熊猫4K的 顶的型号是LC546PU1L01这个型号 现在开机看一下它的一个故障现象 首先开机一瞬间可以很明显看到在灰瓶的状态下可以看到一条这个亮线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测试的一个软件 看一看 在全白的画面的话呢 看的不是非常明显 可以看到到这里面成一点粉红色 但是两头的话呢 是很不明显的 这种线的话呢是非常不规则的 在蓝色画面的话呢 可以看到这条亮线的话是呈现出来的啊 红色画面也是一样 在绿色画面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 这个这条亮线的话呢上面一部分的话是黑色的 下面一部分的话是亮的 所以的话在这个画面里面的话呢 是 非常的不规则啊 这种情况的亮线的话呢 根据我们维修经验的话呢 这种亮线一般都是 玻璃面板里面这个有其中的一个像素单元出现了一个故障 导致一整条这个一整条这个线的话呢 就引起引起异常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维修的一个方案 的话主要是要将这个短路的这个那个故障点把它找出来 那么这种屏幕的话 找这种故障点的方法的话呢 是有几种 首先第一种的话 我们仔细的用目视去看一看 在切换的过程之中 整条线的话呢 这个像素点有没有呈现出有些跟旁边异常比较明显的 首先第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断开它的一个供电 有些的有些问题的下出点的话呢 它的有异常的话呢 对于它一个充光电的过程中的话 它那个反应会跟其他正常的 会有这个明显的一个不同 所以这种方法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这种都是比较简单的 好 这个时候刚才供电的时候整个线消失 但是的话呢 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亮点 有一个亮点 看到没有 这个有一个亮点 这个亮点呢 我们先把它标识一下 摄像机移过去看看 然后这里面的话 在摄像机下面的话呢 我们怎么样去区分故障点呢 因为这一条的话呢 它是 有一条异常线的话呢 是 已经是不会变了 所以的话我们要找到 那一条 在 红色画面下的话呢 正常的话呢 是只有红色的这个 红机色才会正常工作的 这种控制的话 那么 当它有出现 绿色的话呢 那这一条绿色这一条 就是它的异常线啊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正常的啊 这些都是正常的 只有这一条 呈现出绿色这条线 才是不正常的啊 那么的话 我们在这里 继续的去对比它 究竟是哪一个像素点 有不一样 这个的话也看得不错明显 我们可以断掉它供电 看一下 那个像素点是 是否会长流在那里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像素点的话呢 在断掉供电的情况下的话呢 那依然是亮的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我们看到的那个亮点 所以的话这个 故障的像素点的话也就是在这里 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再分析一下它的一个控制线路啊 在我们这个光标这个位置的话呢 这一条啊 就是它的一个树向的一个控制线 而且这一条的话呢 在这里面形成一个控制电路 然后去驱动 这个像素单元 这个像素单元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在牧师看到下的话呢 是没有看得到它呢 就是说比较明显的烧掉这种情况 只是就是说发现这里面对比起来的话呢 这个亮度啊 会有点不一样啊 确定是这个像素点 一般这种情这种情况造成这种故障的问题的话呢 很多的控制电路这里面 底部跟那个机板有有击穿啊 漏电这种情况引起的 所以这种的话 我们要把它的一个故障点把它切除掉 那么这种切除的话呢 一般都是在进入这个像素点的啊 前部跟它的一个外部的话呢 就是一个切割 这样这个故障部分哦 彻底是一个隔离 切割完成之后的话呢 前部份是正常的啊 对不正常啊 就看一下啊 前部份已经是恢复正常了 所以的话 这条异常线 前部分已经是消失掉了啦 但是由于它的一控制线 后部分就是故障点的后部分的话呢 我们是将它离控制已经是断开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将这个信号再把它接回去 接回去的话 有几种方法啊 有些就是说在像素点的内部 有可要的一个线路的话呢 有可要的一个线路的话呢 是可以通过内部相似点 像这个线路把它压回去 另外一种的话呢 就是通过外围的一个线路 再压回去原来的一 驱动信号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种顶的话 其实还可以通过接6分接时候 跟线路把它借用上去 让它驱动后半部分 这个方法是比较简单 而且这种4K的话 这种接法写出来的话呢 那个效果的话 就是不会受任何影响 这条线的编号是R45 数一下在R45第一根 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第五根 第六根 现在第六根这里 判界一下 第六根 第六根 第八根 第九根 第十根 第十一根 第十二根 好的,现在的话 把这个后端的这个驱动信号 已经是解回去了 再将这个线 两端把它切开 这时候我们在黑色状态下的话 你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个很小的亮点 但我们为了要达到一个维修的最佳效果的话 是需要将这个亮点 把它打成一个黑点 维修成一个黑点的一个状态 将这个亮点打成黑点的话 直接是在这个 将这个像素点对地 换接就可以 将这个像素点把它关掉 那现在大家看一下 这个维修的一个效果 之前 原来的故障的话 这里面是一条亮线的 那么进入我们的维修之后的话 这个亮线也是不正常 然后故障点这里的话 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黑点 那在我们的电脑的画面上面的话 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维修过的这个痕迹了 我们的电脑上 我们的电脑上